陈伯达传 作者 叶永烈 第39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1967年1月 是多市的1月 1月4日 打倒了陶柱 就在这一天 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 张春桥和姚文元 以调研员的身份 飞往上海 也就在这一天 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 宣告夺权 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生 1月8日清晨 严红艳在昆明引恨离世 当晚 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 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逃住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对陈伯达 以及刚刚被任命为 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 1月5日 上海文汇报登载的 极告权势人民书很好 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明天登人民日报 毛泽东还口售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辙案 由王力当场笔录 交毛泽东约定 一日 人民日报头版醒目的刊登了编辙案 指出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 崭新面貌的 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是一个大革命 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 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 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 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 毛泽东看后 再度肯定 毛泽东主令陈伯达起草贺电 陈伯达和唐平柱 胡吃一起起草 当时 唐平柱是人民日报总编 胡吃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 唐平柱 胡吃写出了贺电 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据陈伯达回忆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起初 毛泽东没有到会 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 毛泽东来了 毛泽东看了一下 说了一句意见 署名加上中央文革 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 改为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 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 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 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晋喜 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 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 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 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 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 谁反对陈伯达 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 那便是反对中央 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 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 古之民不搁摇只子丹珠 丹珠不孝而搁顺 金之民不搁中央书记处而搁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视不管 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 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训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 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 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柱 胡斥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 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 陈伯达 王立 官方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柱的反 造得对 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 一个邓拓 一个吴冷熙 一个唐平柱 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 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立 官方同人民日报联系 官方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 他是红旗常务编委 实际上是总编 王立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官方插话说 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条是逃住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 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陈伯达通过王立 官方这两员干将 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